现场顾客虚声净乎声不断 穿着红色制服的素食店员工 一涌而上 抓着黑衣女子头发不肯放 你一拳我一腿的 甚至还把黑衣女子压在地上 一旁的警卫想劝架 要把人拉开 依旧不敌这批票汉的娘子军 我认为这很可恶 但她会被瘦了 这很可恶 我认为这很可恶 不急的顾客表示 黑衣女子在素食店里大声咆哮 看起来像是喝醉酒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惹恼了店员 厨房员工先丢出纸杯 不甘示弱的黑衣女 干脆一把推倒纸杯 其他餐厅员工见状 直接围上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还把黑衣女的头发都给扯掉了 不到一分钟的影片被po上网 短短一天 转发次数破迁 网友议论纷纷 连记者拿给巡逻警察看 警察也瞪大眼睛 无法相信 对于这起事件 素食店业者出面回应 表示他们无法接受 员工出现这种行为 他们会全力配合调查这起事件 并对相关人员做出惩处